大家好我是曹昂 大家好我是曹昂 今天跟觀眾介紹一個山寨機 然後呢它裡面有很多遊戲 一些老遊戲 很適合老靈魂的人來玩 就是我 老靈魂不一定會玩老遊戲 老靈魂玩老遊戲 我們來看一下介紹 我在網路上看到有一台遊戲機 叫做霸王小子 它這個機器呢 有電源、回復鍵、充電、耳機 大小聲 還有L鍵、R鍵 還有一些十字鍵 還有兩個Analog 選擇牛、開始牛 它是一個7吋的遊戲機 它也可以插記憶卡 它有個鏡頭可以拍照 拍起來可能不會太好 那有一個喇叭 那裡面呢 有一些什麼樣的遊戲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裡面呢 桌面上呢 有一些任天堂的遊戲 GVA的遊戲 大型機台 大概就是 SNK的啦 卡普空的啦 那我們來玩一下 裡面有快塔旋風可以玩 那這個 隨身攜帶呢 是還蠻方便的啦 隨時來打一場 可以打發時間還不錯 那畫面有7吋 弄起來也夠大 大概就跟Switch差不多 然後它附著AV端子的線呢 對 就是AV端子的線呢 讓你接到電視上面去玩 我們把它錄下來看一下 這個畫面呢 就很強啦 雖然它沒有HDMI 那它也有SNK的模擬器 裡面有附了一些LOG 對戰大戰啦 保齡球啦 還是說格鬥天王啦 四魂啦 這些 你所熟悉的 SNK的遊戲 它都有 放在裡面 當然裡面也有很多 滿滿的任天堂的遊戲 你自己有什麼遊戲呢 你可以放到記憶卡裡面去 它可以幫你知情 像這個Sega 5代的戰斧 它還是可以玩 然後還有 小朋友最喜歡的這個 恐龍怪打 也就是卡普空模擬器裡面的 格鬥遊戲 它也可以跑超任的遊戲 我們拿大大五位門來試一下 也是可以打 它每個遊戲也可以提供6個 存檔紀錄 像區別的遊戲它也是可以玩 然後它跟Switch一樣 可以裝到7吋的袋子裡面 所以外出也很方便 隨便把它帶走 正版的機子裡面 不一定會有那麼多老遊戲 那如果你只是想 隨便帶一台出去 打發時間 所以就是適合 喜歡玩老遊戲的人 對對對 然後不想花太多錢的人 喔對 真的還是 真的是滿便宜的 我們正版盜版都玩 今天就到這裡 拜拜 拜拜 咱又按哪個按鍵 隨便 隨便你按啊 哎呀我要死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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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